我们这十二见神呢 提到神有这样说的 实际上它是神煞的最早的原型 那学神煞的根源 原理解释就先要看这个 这十二个见出满屏啊 那对应的十二个神也有 比如说剑是轻功 它除就是名堂 那十二神也就和我们来讲 它又代表了不同的意思 那各个延伸出来的系统不一样 有的是因为字给它有新的解释 有的是参考的角度不一样 但是整体呢 就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比如说这个剑出满屏 它向来也是人事的一个过程 你看这个十二掌声 掌声木鱼灌的联邦宁 那这也可以指代 同样的道理很像 但是又有点不一样 那彭祖怎么告诉我们呢 他说剑一出行 不可开张 就是这一天 是刚开始 你不要大张旗鼓 他是创业 刚开始 但是还很弱 前楼无用 而且这一天 有一个 因为还是很旺 日月通知嘛 地支我们知道 他的能量 有的时候比天干还要强 所以说 只有大富大贵的人 能够驾驭 在这一天 做一番大事 开始 普通人 还是 稍等一等 刚开始 不要泄露机密 这也是筹划的 一个必要的一个阶段 那除可服药 针酒一两 就是说你这一天 不管用什么方法治病 都可以 因为除 它主要指的是除旧应心 那这一天 也是晃到极日 很自然 能满 可适世 四世 不要 再阳 这一天呢 你看 梳子三 三阳开胎 那就利于 做一些 阳雀 真正日上的东西 那你要再吃药 那就 好像这个药 不断的 病 要增长一样 所以说 就代表着一种 吉祥的 一种预兆趋势 能量 然后瓶 这个瓶啊 是在这个满之后 我们通常可能认为 这个满更高 实际上满 它是一个过程 正在满 然后瓶 就几乎达到了水平面 就一个杯子水 装满了 瓶 这个时候 可秃泥 就是 天之磨粉 装饰一番 安机 吉长 那瓶呢 就适合 很平和 这个阶段 那主要指的这些都是人事 择吉 那 所谓 选一个好日子 那大多数用的是这个十二 建神 也可以叫 十二 直神 建出十二 神等等 很多说法 很多种 别的 历程 那这一天 就是这样 那定呢 下一个 就是平之后 平定了嘛 定就 正式的 稳定下来 这个时候 一进序 入不明阳 进处 也可以 那处生 就是这个时候 其实包括 招一些员工 也是这个意思 下属 就代表这个 我能驾驭的 也代表 精彩 那古人就 也是制度常说 你这个时候 你再大张 再扩张 已经不是那个阶段了 任何事情都有 他们这个过程 然后只可捕捉 到自己南草 那这个时候 已经大局已定 不好的事 也不太可能发生了